你好,我们是全杰科技,我是高晶海 我们现在开始为您做教学展示 我们现在继续讲一下这个Enlykinatic 酵素综艺学的其中一个叫Single Subject Tide Binding Inhibition 就是紧密结合的一支模型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资料 已经实验好的资料 我们在Excel里面 然后这是Subject,Inhibitor 然后这个是,因为我们做了三次实验 所以Rate1,Rate2,Rate3 然后Inhibitor,这边都是1,这边都是5,这边都是10 然后Subject是1,5,20,50,100,200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来开启一个新的 OK 我们在Enlykinatic 这边看一下 我们把help打开一下 我们现在做的 就是这一个东西 Tide Binding Inhibition 这一个 然后它可以画这一些图 先把它关起来 OK 好 那我们使用Data的这一个输入 我们使用Data这个输入 那我们这边选择三重复 那这边就是可以看到Subject是1 然后我们选择一个 Tide Binding Inhibition 然后三个重复 然后Menu Data这边 然后Next 那这是它的一些Variable名称 那我们这边都不改它 然后这个变数也不变 那我们第一个 它series1 我们把这个放进去 那什么放进去 用贴的就好了 因为这个是 程式 所以设计上一定要根据它的 一样 Paste OK 然后series1 我们制药都进去 按再过来 它会要求我们做series2 那一样 把它框起来 因为我们只要比较这个 然后在Inhibitor 在E50 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们在这边 我们把它贴上去 然后还有series3 在等着我们 复制 OK 那我们只有三个的话 我们不管 我们按Finish这边 然后我们有这么多模型 大家可以看出来 那我们呢 四个模型都做看看 那我们只要常用的 Microids Maintain 这一个 画这个图 所以我们按Next 然后他就问我们 要不要Ranking Ranking 我们要R2 这个没办法 这个是字型的 中文Windows 所以这是R2 我们按 把这个打扣 按Finish 那这边他就会算 那 因为有五种方法 我记得五种 所以他会算有一点点久 然后他图等下都会出来 稍微等 那已经都出来了 那资料 他就 我们来看一下 那资料是 我们刚才摆的资料 第一个 OK 然后这三重复是这个 这是三重复 Inhibitor1 是这一个 然后Inhibitor5 是这一个 然后Inhibitor10 是这一个 所以我们来看 第一种方法的 把它图形画出来 是这样子 第二种的方法是这样子 那一共 我们刚才一共 做了四种 然后这是第四种 OK 然后这是他的报表 这是他的报表 OK 好 那我们关于这一个 Tight Binding Inhibition 的这一个展示 我们就做到这里 截止 谢谢 全节科技 谢谢您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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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